2023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8号正式开打了 而华联市公所以及远东百货华联店 合作办理四个场次的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直播派对 8号晚间中华队对战巴拿马 经营数百位的球迷朋友们涌入后门建林广场 在大萤幕前观赛 而喜欢棒球的相亲接下来五六日三天 也欢迎前往现场观赛 同步为中华队加油 2023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掀起全台风棒球热潮 华联市公所与远百华联店 合作办理四场次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直播派对 8日晚间中华队对战巴拿马 数百名球迷朋友涌入后门建林广场 在200寸大萤幕前观赛 同步为中华队加油 不只球迷有备而来 包含中原国小棒球队 也到场观摩国手们的球场身影 要让球迷朋友看得过瘾 因为是从市民代表李政伟 服务处那边得知的讯息 那我们平常就知道 台湾队是非常强的一个队伍 那我们平常就有在支持棒球 所以一定要力挺棒球 让气氛带动在花莲整个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就对了 比较好的表现 请大家尽量的尖叫 但是在9点以后请大家如果有原厂 在9点以后请大家客气一下自己的声量 好不好 在那么多年没有办经典赛了 在今年有办 那我们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后 也希望大家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热络一下感情替中华队加油 那后续还有机场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到 不管是远东百货的粉丝专业 或是花莲施工所的粉丝专业 都可以有详尽的时间 让大家知道 也希望大家在后面的机场 能够都出来为中华队加油 施工所现场可发送 每人一组加油棒 圆摆花莲店也规划周边美食摊位及优惠活动 现议员魏佳贤也印制中华民国国旗纹身贴纸 让民众免费索取 中华队首场赛事结束 将于3月10日晚间7点迎战意大利 华联市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将于当日在现场发送100份意大利面 吃意大利面打败意大利 11日晚上7点 12日中午12点 分别迎战荷兰及古巴 欢迎华联乡亲到场为中华队加油 记得蒋方月华联市报导